古人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从陕西进入四川,最显要的关矮是金牛道上的建阁 这条古蜀道修建于2300年前,长约600公里,相当于古代的高速路 青石板上还能看到马蹄磨石的痕迹 南马墙就相当于公路的护栏 道路两旁的行道树是上万棵千年古百 这些参天大树见证着中国人对于生态保护最质朴的认知与最智慧的方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四川建阁有一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柏树 这棵树有2300岁,远看向松树,近看是柏树 它与周围的其他柏树全都不是同一种 植物分类学家只能单独将它命名为建阁柏 科研人员爬上29米高的树顶踩下树枝 尝试用千叉的方法让孤独的建阁柏繁衍生息 这片全世界最大的人工古百林始于秦朝 今天的古树道上超过1700岁的古百还有一万两千多棵 号称三百里城十万树 从古代的县令到今天的县长 上任都要清点交接古树 这也许就是中国林长制的源头 这种方法被传承与发扬 护佑了古百的生生不息 川南古林还有一条通往云贵高原运输岩巴的古道 这里山势险要 历代交通全靠徒步背负 古人对烂砍乱罚行为管理极为严格 林区内有多块保存完好的清代石碑 约束乡人不要烂罚树木 不要毒害江鱼 古往今来石碑无数 多以歌功颂德为罪 唯有此地却将生态保护作为禁令 山高水长与自然共生的道路一直在今天的四川延续 中国人始终在探索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两千多年前 古人来到青城山 在此地寻找天地运行的规律 今天我们熟悉的自然一词 出自老子的道德经 道法自然四个字 早已深深地刻进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四川阿坝州海拔三千五百米以上的山地 生长着一种珍贵的植物 川贝姆 川贝姆的林经是著名的中药材 售价不菲 但当地人约定俗成 绝不烂财 虽然山上无人监管 他们也会把挖开的土重新回田 尽量减少对草地的破坏 只有这样来年才能继续采到贝姆 从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过渡的地带 是一系列高大的南北向山脉 他们被统称为横断山脉 山河分切造就了川西地区 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 在横断山脉南端的牧里县薄窝乡 当地人的生活主要依靠高山农业 这里最著名的是薄皮核桃 每年核桃成熟的季节 有一群大子兄鹦鹉如约而至 这些吵闹且漂亮的不速之客成群结队 他们每次都会把山民的核桃一扫而光 当地人把大子兄鹦鹉视为祥瑞 只是用一些温柔的方式劝退贪吃的山野精灵 这件事在网络上传播很广 许多游人慕名而来 既观赏鸟类又能体验这里淳朴的民风 山民的损失通过旅游业得到了弥补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最终处立的默默温情 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是当地人朴素的生态意识和善良的心 在不同的山地环境中 杜鹃花分化出不同的种和变种 四川有二百多种杜鹃花 它们是善于适应的物种 植物通过不停地演化来适应环境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一直懂得适应的道理 数千年来 先辈公庚于此 目列于此 迁徙于此 响应季节的变化 熟悉土地的秉性 寻找着适合各种文化发展的道路 在与自然界适应的过程中 这里的居民凭借最质朴的情感 一直信守着与自然的承诺 绝不焚零而裂 绝不合则而渝 这是生生不息的保证 万物共生 人类并非自然的主人 亦非自然的奴隶 而应该是自然的守护者 用科学的精神和敬畏的心 来融入生养我们的大千世界 在四川江游 一株毫不起眼的小草 曾经改变过一座超大型水库的修建步伐 它叫巨瓣尾囊草 是中国特有的宾威野生植物 十二年前 总库融5.72亿立方米的五都水库准备蓄水 科学家发现 全球仅存的2026株巨瓣尾囊草 一大半位于水库水位县以下 这种鲜弱的草本植物冬季开花 二三月结果 种子成熟后 由于缺乏昆虫参与传播 扩展生境的能力极弱 只能在很狭窄的区域里生活 面对这一岌岌可危的物种 四川省迅速启动 针对聚办尾囊草的抢救性保护 暂停工程建设 投资三十亿元的国家级水利枢纽工程 因为一株小草整整等待了一年 人们把这些聚办尾囊草整体打包 一直到生境相似的地区 避免被水库淹没 如今 江油聚办尾囊草的种群数量 比十二年前增加了一倍 这意味着小草的灭绝风险已大大降低 当我们懂得向草木低头 其实就是懂得了敬畏自然 对生态的保护 当然不能只是针对单一物种 人类曾经在平原地区耕种 在大山林区采伐 从大自然中获取了繁衍发展的机会 也明白了草木融枯花开花落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 意味着我们要对生物的多样性进行整体保护 这才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这里是四川卧龙大熊猫野化基地 大熊猫是四川的明星物种 也是全世界最惹人喜爱的动物 多年来中国先后建立大熊猫自然保护区67个 其中46个在四川 在持续的投入于保护下 大熊猫已从宾威降为义威 一次之差却是多年守护之功 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成立 将各个分散的保护区连坠成片 形成2.2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空间 实现大熊猫栖息地的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 在这里我们尽量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干扰 以增强大熊猫栖息地的连通性 这片区域是全球36个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成立 同时也加强了对整个区域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各种山地野生动植物都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各种山地野生动植物都将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 大熊猫国家公园将打造重要生态屏障 这是中国生态环保的里程碑 万物都与我有关 这正是新时代的生态环保理念 就是我们森林和这么一种树 它散发出来的物质其实是非常多的 这些自然的东西对人健康是很有效的 国外有很多研究说 如果说你经常在这种森林里面走 这个人最后长大以后 他得这个剧异的和精神疾病的问题 要下降挺多的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教授唐亚 正在峨眉山进行一项 关于大气污染的特别调查 冷山这就是峨眉山高海拔地区 最重要的曾月林的建筑树种 峨眉冷山是四川高海拔山地的重要物种 也是科学家们重点关注的课题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很多的这些冷山因为受空气污染 出现了死亡或者是生长不正常的状况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之前大气污染 树木已经死亡 或者它生长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它在空气污染那段时间 生长非常非常慢 但是现在它生长已经加快了 就说明治理空气污染 生态系统也是受益的 不仅仅是人受益 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做的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们现在四川得天独厚的很多条件 完全得益于自然的这种造化 所以我们要发展更好的发展 应该是顺应自然 更好的认识理解自然的这种规律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来制定我们的发展 来制定我们的保护 环境治理和保护需要人人参与 每个人的付出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剥叶海菜花 当地戏称水性洋化 对于水质要求很高 只有极其干净的水才能满足其生长 是水域的指示物种 卢孤湖因水质纯净而成为 中国透明度最高的高原湖泊之一 近年来 各级政府对卢孤湖案线进行生态修复 减少旅游业带来的影响 让剥叶海菜花的生存状况 得到极大的改善 七月 城市边上的湿地里 栖息着各种珍稀鸟类 堪称鸟类的天堂 这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师弟 西昌穹海师弟 它下面是一个叶子 在加上它的导影 其实这种鸟是不在这儿过夏天 它是冬天来的 然后就到了村里的城市 胡一平 西昌市的小学教师 平时爱好观鸟与拍鸟 它专门组织了一个观鸟兴趣小组 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湿地去 观察那些定期来访的珍稀鸟类 上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 由于危害造田等原因 穷海滩土和原生湿地基本消失 水鸟和本土物种大量减少 近年来 凉山州与西昌市先后实施 退堂还湖 退田还湖 退房还湖的工程 终于逐渐恢复了这块城市湿地 2020年 穷海湿地以优良的生态环境 丰富的水鸟种类 入选中国最佳野生鸟类观赏地 而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理念 也将一代代传承下去 长江 中国的母亲河 长江大保护已经成为国家战略 四川地处长江上游 在长江生物多样性保护中 占有重要地位 肩负着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使命 四川现有鱼类230鱼种 其中特有鱼类100鱼种 目前一些长江上游的珍稀鱼种被保存下来 实现了人工繁殖 并定期向长江投放鱼苗增值 随着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 资源环境监测 社会经济调查 以及科学研究等工作 正全面有效开展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流域的整体生态功能 已经慢慢恢复 再现生计 江河东流生生不息 人类应该保持对自然的尊重 穿生万物 这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四川贡献 也折射出中国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未来之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